这种状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呢 今天呢 因为咱们是合唱团 我今天呢 以三个板块 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个 今天这个两个小时时间 第一个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声乐的技巧 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我唱歌 我的喉咙卡呀 难受呀 我这个怎么空间保持不住啊 我高音怎么上去这么困难啊 我低音下来又怎么又发虚了呀 我实在到底该怎么工作才会 能够持久歌唱啊 技巧方面的东西来说一说 然后呢 这个表演方面的东西 以及对于这个音乐的这种理解方面的东西 我们也来研究一下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 来几位朋友上来单独演唱一下 来做一些案例 来分析一下 调整前调整后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最后可能有时间的话 合唱也可以来一个 我可以谈一下 我在合唱里面的一些一些一些想法 因为我在国内也带了蛮多团队的 在央视啊 在那个学习抢国等等 省级市级的这种演出品 我的团演演出也蛮多的 在国内我也带了几个合唱团 这是一个一个课程的一个情况 那我再次我自我介绍一下哈 我叫罗分熙 英文名叫Evan 然后呢 对Evan 然后呢 我是在一个舞台上比较活跃的状态 在国内职业的歌唱演员 然后呢也是算是一名职业的声乐教师 也培养了不少的年轻的学生 考到国内外的一些音乐院校 然后呢 我还是这个沙县小吃的中国形象代言人 沙县小吃是很文明的 全世界可能有六七十个国家有 全世界有将近十万家店 那沙县是一个地方 福建沙县 是我的家乡 他们政府请我做代言人 对 对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了 好 大家 那个 请听好 唱歌 声音技巧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其实 应该反过来讲 音乐是更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在传递 我们在传递某一个 歌曲的内容的时候呢 它的音乐性 其实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如果只想了声音技术 你在唱什么 内容是什么 可能就忽略了 所以呢 技巧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是音乐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唱歌是为了传递情感 传递思想内容 对不对 好 我们先倒过来说 那么技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哎呀这个 要让我打开 要让我这么做 那么做 唱的太难了 什么老师的课我都听过 最后怎么还是没搞懂 到底怎么做 可能还是晕的 怎么去做 怎么去产生那个声音 怎么去产生那个持久歌唱 舒服的歌唱的一个声音 我用四个技巧来说 在我的歌唱字典里面 我就是抛除了所有的爱 这个方法这样那样 最后我总结成四点 第一 第一步 打开喉咙 如果喉咙都没有打开 唱歌真的一定是卡的 很多人唱歌是这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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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就瞬间就上不去了 低音下来又 诶 就发虚了 因为你喉咙是窄的 你唱了高 你再往下走 低音就发不出来了 打开喉咙非常重要 这个动作叫做无声练习 什么样子的 是要打开喉咙 你们大家看一下 跟嘴巴没有关系 有些人说 牙关要张开 整个嘴型要摩起来 然后呢 把很多注意力 放在了这个外面这一圈 其实不是的 是这样的 你看看 看看我的喉咙会明显下降 如果能够看到我口腔内部 我里面是这样的 可是我外面嘴巴还是松的 有点像什么 呕吐前的瞬间 就那一瞬间 不要多不要不要 不要多啊 就那一瞬间 呃 然后舌面是放平的 整个口腔 是空的 这叫乐器 乐器这段没有打开 你怎么连接扇段呢 这段没打开 怎么连接这个气管胸口这块呢 所以中断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 我们不唱歌单独打开 好像可以打开 一唱歌就没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朋友们 一唱一打开有的 一唱歌 一半三 所以又没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朋友们 一定 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有分步骤 第一步要打开 无论怎么唱 无论唱什么 都要让他先打开 所以我可能是这样的 夜半三更哟 我可能声音不亮了 无所谓 我打开了 如果这第一步没做好 后面都都免弹了 真的是免弹了 夜半三更哟 咬着喊不清 无所谓 我打开了 后面会告诉你们如何养青 如何怎么怎么的 打开 这样 哦 哦 大家可以试一组 一小组声音 让喉咙是彻底舒服的 不要想音色 什么样的亮音 有多高有多低 无所谓 我要痛 我要松 我要舒服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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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巴和舌根 有没有松开 不能 嘴心很漂亮 可是里面全部都 有点降硬了 走 黄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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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找音色 哇 啊 不要找音色 哦 36万就是 这个风 先找到这个婴 因为这个婴 必须它是全 在保持任何歌曲的演唱当中 它必须要保持这齐 penthouse 比方说比方说 我觉得这样婴 然后我整个一层有名字 我现在第二遍把字咬中了 但是我里面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第一要素 我今天晚上说第二个 我快速说 第一个技巧讲完 打开喉咙 真正的有效的保持全程 并且是相对松的 下巴和舌头是松的 第二个 被动咬 这四个字要记住 被动咬字 唱歌不是应该咬字吗 咬字要清晰吗 要自证腔圆吗 好 我们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哈喽大家好 可是很多人一唱歌就 世上有多 干嘛 怎么了 大家可以告诉我 咬字去了 咬字去了 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咬字要清晰 咬字要准确 可是咱们反过来想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你会这样咬完饺子吗 哈喽大家好 会这样吗 没有人这样说话 哈喽大家好 怎么一唱歌就 所以咬字太过了 唱歌咬字要遵循说话的咬字状态 说话的咬字状态是不加思考的 哈喽大家好 我不会去考虑哈喽大家好 要怎么咬 唱歌会考虑那个字怎么咬 对不对 你会咬完饺子 说话不会 所以把说话松弛的自然的被动的状态 带到唱歌里面去 世上游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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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字了吗 这个字也能听清楚啊 它只不过不是那么亮 没那么清晰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么清晰的字 这个所谓的清晰的字 会让我们的喉咙怎么样 因为你只要咬字 这个里面的肌肉就在变了 在变了 如果我打开它 世上 世上 你只要知道你在说什么词就行了 你嘴巴不要强调那个词 这叫被动咬字 再记四个字 我们经常听到什么 字正腔圆 对不对 咬字要咬正 腔子要圆 朋友们 字正腔圆如果倒过来说呢 腔圆自松 诶 这个重点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想到字正腔圆干嘛 先咬字 咬字要正啊 腔要圆啊 应该要先腔圆 乐器都没了 咬字那么正干啥 腔圆自要松 现在我说第三个东西 现在我说第三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 有没有觉得好像思路清晰一点 明白明白 好 打开 然后咬字松松的 就这样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要不然那个歌唱演员在台上 演三个小时歌曲啊 我的天 又唱又跳又要哭又要笑又要闹 在台上又音乐听歌曲也没有麦克风 它怎么办 它真的全程是松的 如果稍微一紧 我们唱两首歌就累了 它依旧松的 它一直是这样的 它一直是这样的 它才能保持自己的 松松松松松 真的要松 还蛮重要的 第三步 第三个东西 那老师唱歌 我得用啥东西呢 唱歌动力在哪里呢 我得总有一个 就像开车 我得有汽油吧 我嗓子再好 我得有动力啊 我们的动力是什么 气息 第三个重点是 有效的气息 很多人的气息 我认为是 效果不是太好 用的不是太充分 为什么 气息吸到哪里 我来采访一下 认为气息吸到两腰 说 举个手 认为气息吸到两腰的 举个手 对 吸到两腰 举个手 没关系啦 错跟对的我所谓的 不多 认为气息吸到丹田了 举个手 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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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明显多了 有一半左右 都错了 哈哈哈 是不是这说法都听过 其实不能说错 因为我们吸气的时候 确实它鼓出来了 但是真正的气息吸到肺 肺 肺活量 肺是我们的呼吸器官 我们的气息 无论如何它都只能吸到肺 那为啥我们吸气的时候肚皮会鼓出来呢 咱们现在坐直了 把双手放两腰间 淡定的放松的 不要抬胸啊 吸口气很淡定的 呸 呸 呸 有没有感觉到腰鼓出来 好 现在 不吸气 主动鼓一下腰 看能不能鼓出来 一二三 能不能鼓出来 一言能 是不是也能扩张起来啊 朋友们 肚皮鼓出来是这里的肌肉群 在运动 不是气息到肚皮 气息只能在肺里面 肺它是两片 可以扩张的 两片像气囊一样的地方 吸气进来的时候肺会变大 吐气 它变小 所以 我们吸气的时候 两个肺片 两片变大 但是我们胸口就这么大呀 那怎么办呢 它扩张了 只要怎么办 向下扩张嘛 所以我们这个 连接肚皮底下 中间是横割肌 横割肌是这样一片肌肉 它被推了一下 被推了一下之后呢 底下的五脏六腑 大肠小肠也被推了一下 所以它感觉肚皮变大了 是因为肺变大 里面的肌肉被推了一下 明白了吗 不是气息到肚皮 所以很多人说 我撑住 它不但没有用上气息 反而把这个力量给 拎死了 丹田是什么 肚皮眼下方三指左右的位置 这是肚皮眼 这个位置就是丹田 丹田是什么 穴位 是什么 丹田是一个穴位 全身上下都是穴位 所以气沉丹田 四个字真的误导了蛮多人 气沉丹田 是一种沉着的 冷静的 大气的 放松的气息状态 不是把气息吸到丹田 中国有不少老师讲 气息吸到丹田 这个字眼就会让别人 我怎么 我吸下来干吗 他就去找 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需要找的 然后呢我再说一点 就是我不是否认谁谁谁不对 谁谁对啊 就是我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去分享这个问题 有老师说两腰支撑 对不对 支持气息 有老师说横根膜用力 有老师说小腹用力 有老师说后背 脚筷 站稳 有老师说屁股夹紧 有没有听过 甚至有老师说有便秘的感觉 找支持 都有讲 都有讲 还有老师告诉你脚抓地 就是这个方法就觉得太主观 什么意思呢 我打比喻 我吃饭 我用右手拿筷子吃饭 有些人用左手 可以吗 可以啊 有些人用右手拿勺子 他不喜欢用筷子 可以吗 我把饭吃进去就可以了 你管我用哪个手 所以为什么要去改一些左手 左撇子 右撇子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要去改它呢 它是自然的 自然的 这天底下还有这个左手的剪刀呢 为什么要去改它呢 不要改它 所以 为什么每个老师讲的这个 侧重点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有些人腰很有劲儿 那他用这里没有问题 像我个人觉得我的横割肌比较好用 那我就用横割肌 所以你们在用气的时候呢 身体在兴奋的时候呢 身体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好用 你就用它 有没有觉得有点道理 有 就有道理 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在遇到很多学生的时候呢 老师我腰没力气 我说那不要用你腰啊 你用横割肌啊 横割肌我有力 那就用它呀 你用左手拿筷子 右手拿筷子 无所谓啊 我只要你把这个东西吃进去啊 所以我们用力的目的是什么 用力是为了让气息保持流动 对不对 所以为了让气息保持流动而去发力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四个字 气息流动 哦 我们不管哪里用力是为了让气息流动 所以朋友们 我们要 把思维 侧重点放在气息流动上 气息怎么流动 怎么流动 很多人会说老师我气 我怎么用气呢 肺部见个红华女 不是因为 不是发力了有气 而是用气了有力 大家有没有在思考这个话 我用力了我就有气吗 不是 是我用了气有了力 所以气息在哪里 气息在情绪之间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家吵架的时候 我们在家吵架的时候 干什么点 啊 这气满足了吧 哎 为什么你在家吵架声音 那么大声音 唱歌没声音呢 因为你在家吵架的时候 你的情绪 或者你在哭的时候 这不是气吗 这不是气吗 所以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这个气是很 很活跃的啊 唱歌也是这样子 气息就在你的打开的空间里面 用情绪当它 怎么样 兴奋的调动它 这就是气 听明白的吗 他就是说用情绪 带动你 对 所以唱歌千万不能呆板的 这气好像不是很流动 再加上你这边用力 这个气好像就被锁住了 所以气息是 这样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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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气息在 你会感觉到我们的气息在 所以气息的强弱 快慢 深浅 它的速度 直接影响声音 我轻一点 我慢一点 我大一点 我宽一点 是我的气息在改变到我的声音 有没有听明白 OK 好 这是气息 我记得再往下说 老师我喉咙倒开 我咬字放松 没错 乐器就保持住了 然后气息兴奋动起来 动力就产生了 那老师那我这样说话的话 我嘴巴不怎么动 那我不是咬字含糊不清吗 对不对 我是松开 但是我咬字含糊不清 那怎么办 接下来是第四个重点 高位置 可以写出来 你们做笔记的话 可以写出三个字 高位置 高位置是什么 高位置是可以让我们的声音 集中 明亮 有穿透力 传得很远 就所谓那个很高的那个高频率 那个金属音 对吧 那个闭合的那个声音感觉 好了 高位置是什么 有人可以说一下吗 高位置是什么 口腔 一上的位置 底腔 面招 OK 好 大家都不敢肯定 说什么 因为这不具体嘛 接下来我今天让你们测